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还不了解她吗 现在她只有两条路可走 第一条 就是跟白杰一起走 第二条就是留下来照顾您和晶晶 她要是选择第二条路 那是她的自由 但我不能看着她选第一条路 您别多想啊 我就是想 为位置国做错的事赎罪 有罪的是为之国 和你没关系 归香 你对我们白家是有恩的 阿姨心里全都明白 阿姨 你别这么说 其实做这些我不是为了李川生 白杰她是我的朋友 在我有困难的时候 她帮助我 鼓励我 支持我 你们都是她的亲人 我不能不管啊 阿姨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什么都不用说 您就好好的把身体养好 别太难过了 葛玉宝还在外边等着呢 我跟她一起去看看李川生 您放心 我一定劝她回来 我跟她一起去 我跟她一起去 我自己能照顾好姥姥 不用求求谁留在我们家 静静 别这么说话 你姨父不在家的时候 你好好照顾好家就行了 静静 我先走了 静静 姥姥 你明明是害怕姨父离开咱们家 扔下咱娘俩不关 你干嘛说 为家乡太棒了 现在是 咱们求着人家的手 我好嘞 我先走 你不想打架 是不是 你只能来 你不想了 我说不好了 我说的是 你只要去哪儿 我去哪儿 你只要去哪儿 我去哪儿 我去哪儿 江山 没有人家现在 我都在这儿 快能去哪儿 许死 没动就没准就是不在呗 不可能 我找人盯着呢 他进去就没出力过 是吗 春生 你还等什么呢 赶紧把门弄开呀 李春生 你在吗 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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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叫 你没事吧 怎么办呀 没事 晕晕起来 来 把她携 来 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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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停下 春生 李春生 怎么了你 你能听见我说话吗 春生 你听我说 我婆婆中风 半身不遂 躺在病床上还为你提心吊胆 丁一也病得起不了身 怎么也不肯去医院 你是怎么想的 你管不管 你听见我说话了吗你 谁 你想死是吧 你想死就偷快地去死 不想死你给我站起来 咬牙挺过这一关 你半死不活地给谁干的你 这不行 你这是趁人吗 我看你是八个顿快点死 水打把血液给他 我嘴都敢 春生 春生 你醒起来 春生 春生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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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弯弯给他灌进去 喝水 喝水 听话 春生 你听话 喝口水 来 春生 朝嘴 朝嘴 春 李春生 你想想 你藏剑的那股劲哪儿去了 你想想 你别让我瞧不起你 你看 你不是挺爷们儿的吗 你怎么想这么个娘们儿的死法死啊 你就是把自己咳嗽弄怎么样 你见了白天 她一样瞧不起 你知道吗 我 醒醒 春生 醒醒 你别笑 我你醒 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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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醒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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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得去我婆婆那儿看了 我还得去我婆婆那儿看了 她醒了 你看着她啊 行 你去吧 我求你了 妈 咱们再擦擦啊 妈 你看你怎么又眼泪汪汪的呀 医生都说了 您这病啊 只要护理得当 很快就能康复 放心啊 吃一口 吃一口 吃一口张嘴 来 好 你不吃 我吃 全日体 饭是渴的 你把自己饿死能怎么样 你把自己饿死 可就连想的机会都没有了 你知道吗 以前你多一样 怎么这会儿怂了呢 你再怎么样 白杰特 多好个女孩子 连只蚂蚁也不忍心伤害 可到头来呢 夏 我就再陪你难受一晚上 天亮以后 重新开始 呃 无论 使我们 又或者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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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